他特别有意思 小刚导演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人 我见他的时候 当然我也非常非常的紧张 但他真心是一个很有意思 很好玩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书里写的就是他自己 非常真实 小刚导演非常真实 看他的编剧长大的 编辑部的故事 北京人在纽约 到后来他的所有贺岁片 我非常喜欢唐山大地震 我非常非常喜欢 《唐山大地震》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1942》 其实《1942》拍的真不错 当然票房不好我也特别能理解 谁看到《风想钢》三个字 也是冲着乐去的 一听说不乐了 这事就麻烦了 对吧 但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两个戏 但小刚导演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装特别好 审查对我们来讲是跟平时排练一样 我们天天走好几次 天天排好几遍天天在改 创作过程当中和要求都有 改变挺大的 非常大 但现在还没定呢 我们是审查完就走 我们自己排 然后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他那个审查是分门别类审查的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别人演的是什么 我们是语言类其他类分开的 在舞台 就现在舞台上的表演者 特别是像我这样做娱乐节目的 其实娱乐是件很严肃的事情 幽默是件很智慧的事情 但是大家不这样看 我也觉得合理 因为本身娱乐 我们制造娱乐的时候很严肃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很轻松 不要那么严肃了 平时都太严肃 太累了 太重了 我们想大家放下来 在表达完了以后 观众是有权利拿你去做 给人家做比较的 而且那是你的荣幸 因为它可以让你跟别人做比较 证明你有那个资格了 在他心目当中 当然有比较可能会输 那这个事情你无法怪裁判 你只能怪你自己 那对我个人来讲 这已经是我不能控制的事情了 那我们做这一行 是要承担这个义务的 观众骂你是他看你的附加值 你被他骂也是一种附加值 这是你要完成的服务 所以常常会有 我常常在劝自己 不闻是一种能力 不争是一种智慧 你要看但是别往心里去 你看到的是这一次表演的成绩 而不是输赢 你要争但是不要求成败 你要争的是舞台上的表现 而不是一两次的输赢 对 我觉得是这样了 所以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了 谁不被骂呢 对不对 被骂了也一定心情不好 没有人那么看得开了 我就不信有那些 有人说没关系 我觉得没有 哪有那么好心情的人 真的骂得很惨 再厉害的也要关闭微博评论 对不对 连法师还过圣诞节 不是被人家骂的 法师也疯了嘛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被骂得很惨 就不看了 大家骂骂开心一下 对吧 那我就不看 不好意思了 但是不会关闭 就是让你们骂 没关系 对 然后下次再来 再靠作品再捧回来 必然